我们一块来看University of Iowa的Method Science and Business Analytics 这个是爱荷华大学的商业分析的理学硕士校 University of Iowa其实不少多学生是关注这所大学的 爱荷华州是一个美国重要的政策影响的风向的一个地方 University of Iowa作为本州的University of 一个州的名字的旗舰性的大学 它的商业分析里面是如何进行开设设置哪些课程和时间内的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一下这个MSB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也是榜上有名的一个项目 现在看University of Iowa典型的这种美国的大州的这种大学 体育,sports,橄榄球,然后学校的建筑风格都非常非常的 你看整个的这种体育的这种风格 这种橄榄球的比赛 在整个这个大学城里面 我之前有带了一个圈子在University of Iowa说实在是太偏了 在Iowa City这种 我开车路过过一次 仅此而已 没有实际去过 我开车路过过一次University of Iowa 当时我是从菲律达菲这边 它不是有两条线吗 从菲律达菲,要不走上面,要不走下面 然后我走到上面当时 我最早一次走到下面 之后一次走到上面 沿着这个 Iowa New Brasca 这边包括Denver的一路下来 University of Iowa就在这 中西部的大州 旁边是芝加哥 这边是旁边这个州 是1061州 大家所熟知的University of Iowa 我所办的申品UIUC就在旁边 上个分校Springfield和Chicago 然后紧挨着这个州的旁边 就是啊 大家可以看看 很偏样整个的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大学城的附近 就那么小一片 整个城市范围就那么小一片 University of Iowa 你看基本都是学校这一片 就在这 多个清静吧 有时候也是 因为大学城和城市里面的选择 也不是说一定有大学城 就怎么那儿过好 现在很多学生 其实尤其这两年 城市里面不断的犯罪率的增加 现在很多学生选择了 甚至开始Pay for 一个九二八经的 好好读书安全全生活的一个地方 The Full-time Master of Business Analytics 全日志的商业分析 它有两种 我们今天看的是全日志的这种 就是做一个全职学生的这么一个项目 商业分析的项目 看他这个项目是怎么定义 商业分析的教学了 商业分析现在是一个竞争 非常激烈的一个专业 现在美国各个大学 基本上 你追我感觉都在竞争 这个商业分析的这个项目 每个大学都已经真正在这个 商业分析这个项目里面 它的开设的理念 教育的角度 时间内的活动 其实很有门道 就说 这是 张老师也不算什么内行 说真的 但是这个同时呢 不是但是 同时呢 我也理解 就是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张老师就是个外行 我们一会儿来看看热闹就行了 好吧 We are in demand skills May the world brightest mind 那么 其实商业分析这种专业 就属于强就业的 就是强大的就业的能力的 这种商业里面的专业 所以这里直接说 We are in demand skills 这种 demand 指的是什么 从职场里面 对人才的需求 和对人才的这种 这种要求 对对人才缺口 向社会的这种商业分析 数据分析的岗位里面的欠缺 这么一回事 May the world brightest mind 和这个世界上 最聪明的一些孩子们 学生们的聪慧才智 通过他们的教育 在职场上面 在公司里面 完成商业分析 数据分析相关的 工作的技能 不管你把它叫做 data的acumen 数据的免认度 data的competency 数据的受益能力 都在这 我挺久他说这句话 好了上来 data analytics is not over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what drives business today 那么商业分析 不再是未来的商业了 真的 真的时光仍然 真的很快 5到10年的时间 商业分析已经走到了 今天作为主流了 但是说未来呢 其实现在很多商业管理学员 他们的这个嗅觉啊和敏锐度啊 非常非常的灵别 现在很多美国的大学 我们现在看着很多美国的大学 开设了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神工智能 包括甚至的很多大学 你看我们之前说瑞士的 中心的MD 叫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它里面开设了 这个Center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Initiativ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在美国的 Washington DC上面一点 马里南州的 旗舰行动大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开设了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center 现在很多大学 包括前两天 我是在哪个大学 我还记不得了 它里面设置了一个专业 直接就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说成一个ASU的ASU本科都开设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本科的专业了 作为前30的商学 WBKRJ 非常靠前 非常innovated 那么也许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未来 但是我也坐在这里 我有一种五年前的感觉 五年前那会商业分析 才刚刚就是 你想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生大学以他的商业分析 MSBA的下方引以为好 2013年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生大学就开始研究商业分析了 2013年 你就算今天2024年 你就算少算一个2023年 你也就十年的时光了 十年时光 感觉一个时代快要翻过去了 但今天这个时代确实是 就像他说的 不是未来的商业分析了 今天的商业分析数据化的时代 在今天的就业岗位里面 也是有大量的人才的缺口的 学生们 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些商业分析的项目 毕业率都在90% 95%左右 非常高 就十个全生里面 九个九个多都能够就业 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 他的就业能力在那摆着呢 未来是什么呢 就是带着前沿的眼光来看 多说两句 也许未来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包括有几个领域 包括能源的转变 ESG方向 从集中讲的包括能源 energy的renewable energy 和sustainable energy 可再生性能源 和持续发展能源等等 好吧 那么回到今天 就像他今天说的 今天 今天是什么 今天依旧还是 商业分析 学中留学生深经里面 上课里面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学中在学习商业分析 今天的商业分析 通过这个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统计的网站 好吧 City for work ZetaBits做好点活 这这 这都不是Mega 是Zeta Data was produced 这么多的数据 Figure continued to rise 就告诉你数据话 今天数据话有多重要 Competents are collecting more data the effort to get insight and consumer behaviors anticipate the future trends and stimulate their experiences so automations 对话说的也很好 就是他这个公司 现在在收集数据 然后来得到这个 对数据的洞察 了解consumer behavior 消费者的行为学 这是市场 anticipate the future trends 理解未来的市场的 和消费者的动机 甚至金融投资的动机 甚至人工智能都有可能 以及通过automations 自动化 and stimulate their experiences Here are the managers who are searching for employees who can use a statistical data model in to inform company strategy 那么今天的雇佣员里面 通过 现在的人力资源的雇佣员里面 希望寻找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能通过 哎呦 好家伙 就是眉毛怎么了 你养养的一直在这 那呀 最近咨询一天到八个小时好 那呀 我用statistic统计学 and data modeling 和数据的模型 来通过 来inform company strategy 来通知公司的战略 这就解释了 what is data 什么数据 数据是 let the data tell the story 然后说 就告诉发生什么 and how the decision makers make the business decisions 哎呦 咔 张老师我看看这进口 这是怎么了 过敏了 是怎么了 这是 开始有点痒痒了 那好像话 又开始痒痒了 然后告诉 inform company strategy 来做出公司的战略 I should tell me 这就为什么 你作为这个人才 你能够给公司提供数据化的这个决策的能力 然后来推动这个公司在战略上的这个决策 这很重要 In both our full-time department Develop a deep understanding 不管是全日还是非全日项目 你会发展一个 Develop a deep understanding 一个深度的理解 of data allow visibility to clearly communicate your insight 和通过数据来展示 你洞察到了什么 怎么了 这是何流 这怎么了 我有时候说院子里弄些花什么的 就过敏了 然后我这么一直痒痒呢 那我看看这是怎么了 哎呦 好像我都红了 哎呦 好聊 Fill the gap between business data 把商业和数据之间的差距 有人才对于数据化的理解 让数据 其实说白了 就让数据告诉我们 怎么做出商业的决策 数据告诉我商业里面 发生了什么 看 JRE JMAT不需要 no required JMAT JRE minimal GPS 3.0 3学期 然后F 这个 为什么我说看给大家看的 真有个小课的 真有点过敏 为什么说全日的学生 全日的学生就是你才能给这个F1和这个J1的维扫 就F1的维扫 说法的全日的学生 你part time的话 你拿不到这个全日的学生 STM legible 而且还是STM的专业 然后你还可以笨着 你还可以读双学位 就商业分析和Mass of Finance的双学位 一直在重复数据的重要性 What is your favorite data theme 你是你最喜欢的数据化主导的电影 张老师我一个都没看过 我是平时不看电影 Business of creating and storing storing more than ever data more data than ever before Qualing to IDJ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也就是说商业 现在creating产生了大众的数据 以及纯粹了更多的数据 Are creating and storing more data 就是说还是来回地告诉你 数据的重要性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 manage 47.81 terabits 这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这种计量 都超过了 张老师认识 一般都是我都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Gigabits 就是Gb 好在乎 Megabits 好在乎 上面就像刚才有Thetabits 还是什么 好在乎 你就想想这个数据量有多大 And 90% of data 而且90%的数据 在今天公司里面所拥有的也简简单单只是过去两年所收集的 你就想想 你就想想在今天的这个数据化的时代里面 数据对商业产生的致命的这个作用和影响 Companies are swimming in data But lack of talents and expects where to use to make a decision We will inside and make prediction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这个描述 就是公司现在简直就像在游泳池里面一样 这游泳池里面不是水 都是数据 就体现出来 公司在里面的游小也好 或者反向体现出来 现在数据化 这个量是大 可是 可是问题就来了 这么大的数据量 这么多的数据 这么多的消费者的数据 游泳啊 游泳池里的水多 还是张老师脑子里面的水多呢 那有可能是张老师脑子里面的水多 但是游泳池里面的水呢 也不少 那游泳池里那么多水 它形容的就是这个数据 今天的公司在整个的这个 在这个数据的海洋里面啊 拼命的收集数据 那怎么去 分析和挖掘这些数据呢 需要你啊 那句话现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国有一句 我学习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叫你刚好需要 我刚好专业 张老师什么也不会 但是你会啊 公司刚好需要数据化的人才 你作为商业分析的学生 你刚好专业 那为什么90%以上的就业率 商科里面强就业的专业 强大的就业专业 这人名 这比赛叫什么 这人名 Massal Science and Business Analytics Program 它就说了 你是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所以这个为什么需要这个打量的这个数据化的人才 你讲过去两年 90%数据是过去两年 Generated出来的 对商业化人才 数据化人才的缺口有多大 你看其实就你看又来了 Decision Makers Virtualize How we virtualize it Get into the hands of decision makers 这怎么把这个数据 呈现出来 数据本身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呢 Pattern 规律 体现出来什么地方的点 交给商业的决策者 怎么样 做出决策 所以你看 你看吧 2022年23年 93%的学生 6个月之内就业 我带了不少学生 商业分析 在美国基本都就业了 没有存在什么问题 强就业 正好还是我前两天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听到的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强大就业的意思吗 还是强势就业 换成英文我们来说 就是这种implemability 就是你的就业率 93% 非常多分 这属于商科里面 现在一个他一个会计学 会计学也是 会计学现在基本上 甚至有些学校都100%就业 这是你是1月中8000美金 还是8000人民币的区别 developed in-demand skills 也就是说 你看刚才那个上方看的 University of Miami 还没提到这一点 在这就提到 gaming skill and technical turn in raw data into actionable insight 要raw data 就是数据本身 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 但是通过数据 可以给我们to actionable insight 可被行为 可做出行为 可做出决策的 我们当时在 哪家公司 Four吧 还是福特 还是什么 看了一组数据 然后就说这个数据 怎么能够告诉我们 怎么做出决策 是在Halber Business Review 上面看的一个 我都记不得 太过年前的时候 Descriptive and diagnostic Descriptive 这边就讲了 这也是明白的 你看这三个关键解词 Descriptive, Predictive and Prescriptive 上也分析了三大维度 Descriptive and diagnostic analytic are just beginning You also develop better to become decision maker 做出决策者 And data scientists 和数据科业 是W is predicted and prescriptive analytic s are problem to解决上业的问题 Clearly communicating Your data discoveries 就是Let the data tell the story 让数据万变不离其中 有些学生导 正在跟张老师 底下留言讲 你讲没有用 你的认知观 是你的认知观 当然了 我也没说 我一定就是对的 但是12月三级 万变不离其中 就这一句话 你信也好 不信 这件事情 也不以你的认知 进行改变 就是数据 来的data tell the story 让数据告诉我们 发生了什么 商业分析有这个 让数据告诉我们 在商业里面发生了什么 让数据告诉我们 在商业里面发生了什么 不管是消费者 是怎么消费的 金融里面 数据是否真实准确 就让数据告诉我们 商业里面发生了什么 这是万变不离其中 一句正确的话 你看通过来判断 判断刑事犯罪的行为 在城市里面 包括这些数据应用领域 这种算法 平均据计划工资在 University Iowa 在这个地方 在这儿 这有多偏啊 看看这儿 这真是哪句话 这好家伙啊 Omaha University Nebraska Lincoln在这儿 New Nebraska 大家知道 这有多偏 伊林洛伊 大家说 在伊林洛伊 你看这个城市有多大 就这么大 他们说在伊林洛伊 小明分校谈一场 玉米地的爱情 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 你看看 urban的商品这个地方 这儿都明显比 今天的University Iowa 看那城市范围大了 不是我缩放的比例 你看 确实是大的 大学生安安静静的也挺好 也挺好 好吧 但在这儿 7万8千美金 那就很高了 说真的 那就很高了 你虽然要扣税 那每个州的算的税 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就算 你就不说那些 除以12 平均一个6千多 在艾沃瓦这个地方 艾沃瓦这个地方 活着应该跟国王似的 差不多 他说 他说 上手实践的活动 你并不是在哪都能找到 也许可能张老师看的 都是前30 前50的商圈 但是对于前30 前50的商圈来说 这些都是标配好吧 像什么咨询 科研能力 Inters实习 和case competition 当然了 这句话 广告词永远不错 就是 因为每个大学都是特殊的 在这个大学找的东西 肯定在另外一个大学找不着 但是像这种 咨询 科研 实习 case competition 这些基本都是大学的标配 SDM的专业 就full-time的 master science 长的工作的时间 允许 这么说应该挑不出错了 对吧 因为他里面有些限定条件 当然了 你有问题 你需要咨询的移民律师 好了 张老师 我只能提供opinance 然后这个SDM的专业 就在这 所以为什么平均78,000美金 93%的净卫率 这就是上线分析 我们来看看开始什么课程 在接下来16个月的时间里面 大家不止一年 16个月的时间里面 Advance and analytics 然后 What the Interesting 研究这个领域好家伙 Advance and analytics Analytical expert experiences 进阶型的高级的 进阶的这个 高级的这个分析的课程 Analytical experiences 分析的这种时间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商业的交流 Dead and Decision 他还给你一些 这还给你一些问题 Data management 数据 就是你就可以看到 你看包括 SQL structure 的 Quinning language 这其实说白了 就是 给更多的 给你一个 引发你在现实当中的应用 我觉得这个 Course description 写的很好 包括这边 有一些软件性课程 Data mining Pathom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 然后这个是职场发展方向 美国大学基本都会赔这个商业管理权 Professional Dividend Business Accumence Virtual Analytics 分析 这些是核心课程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九门的核心课程 选究课程 你想应用到哪个领域 在这些选究课程里面 好家伙 全都是 这个专业这些课程 快把这个专业 要没有应用到商业里面 都快把它叫成数据科学 这个专业交得好硬核 你看applied optimization 应用了优化的能力 Big data数据 我都直接翻译了 因为我当时都是拿英文学的 中国有时候对不上 Big data management Cloud computing 然后separate security 现在这也是一个大话题 Universal 中文压理仓丹大学的 Adler的College of Management Adler的管理学 在这个方面很强的 separate security R Data analysis 是R Data leadership 和Management 然后VBA 啊 VBA 这个是OK 我们当年也学过这个 VBA的这个 这个在Excel上面 使用的 然后Social Analytics 和Tax Analytics 这可能会设计到 Ne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里面的一些数据的提取 我们看看这个进度 上海学学数据和决策 Data and Decision 然后数据管理 然后Python Retual Analytics 然后这个是Program Business Segment 第二年呢 是 不是这 第一年接下来Forel Supreme 冬季过个圣诞节 过个黑五 Advanced Analytics 然后Data Scienc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那我们选举课呢 然后到第二年 这还是拉长了平均一年的项目 我想在美国多带一段时间的小伙伴们 这种Segment就拉长了整个这个 Analytic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Elective Elective 然后你如果Segment 在上的话 你可以把它甚至拉长到两年 然后还带一个暑假的实习 不错 说真的 然后这个是Coop Coop这个词怎么来呢 我们经常看东北大学说Coop Coop 包括Drasse 和Drasse Tipede Analytics C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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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Coop Analytical 这个词来的 就是学生在一边上学上课的同时 一边在公司进行实践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项目的一个特点 就是University of Iowa 这个项目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这个很好 没有很多大学这么给的 Coop Analytical Business Anyone who has data need to access to expertise 那么在数据的实践 在这个领域里面怎么进行实践 Database Database Decision for our account Real Experiences 学生能够达到上手了真实的实践 商业里面可以得到real impact 就真实的影响 以及world class faculty 和世界顶尖的教授带着学生来做 你看这是咨询的项 然后B MO Harris 这都是这挺大的一个银行呢 包括University of Iowa Hospital Paperless Transactions 等等 然后Advising for Partner Companies Normous Business People 这些商业的人来 来告诉回馈给这些项和这些学生 然后学生通过这些 为什么东北大学就业率也很高 就通过co-op 学生上手实践 你在上学时间里面 你就在实践于这个项 是美国教学的精华 这美国上学环理学员 那你毕业以后的就业率在改 MHs 录取的条件 这是Priority 是December 15th 然后Final International 3月15号 本科的学历 GP3.0以上 托付100 雅兹期 然后 这个地方 关于关于这个 当然了你如果美国本科毕业的话 那你这也就不设计到这个 然后 这关于这个GREGMA 你看这说了 It's not required 不需要 GMA GMA 和GRE的成绩 现在在今天的商业竞争 这个项目里面 对这方面呢 已经越来越少了 好吧 我切块给大家总结 要录了30分钟了 关于这个University of Iowa 还和华大学的这个 商业分析的这个理学措施项 这个项目的特点在于 整个项目 偏向于 数据化的分析的偏硬性的这一点 比很多大学教的更加硬性 没有给太多的Elective的课程 有些大学的可能就规定了 三四门核心课程 算全Elective 全自己组建 在这边 我们看更多的 看的是大多数的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规定型的 核心课程 那也就是说教的非常的标准 数据化的课程 而且教的很硬核 包括一些软件里面应用 但是我觉得 你要说它不商业吧 我觉得还挺商业的 因为有些课程 我能感觉到你们对商业 你们的应用 通过它对课程的描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把这个在教学过程中 把它混入这个 cooperative education 就coop这个经历 学生一边 学习一边 这个上手在公司里面 进行实践的项目 在MSBA的角度来说 并不是很多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事实 就像我们今天在说商业分析数据 事实和数据是为自己会说话 90%以上的结尾率 平均将近8万美金的平均就业工资 在海外网站和华这个地方 已经算是非常非常高了 我每周五个岛都免费到这些事情 如果想来一下 我可以发表 FIRSTEM.LASS MHANNESSET 看我们通过微信 LASS P3C A TRANS P3C RG P3C 这按照 以上本期视频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annesse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annesse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We are not as i am sure our needs ever What is the most successful Th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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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